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因为欧债危机的关系 欧元现在相对便宜 整个欧洲地区成了很多人的旅游圣地 其中希腊的Santolini岛 更是迎来了史上最高峰的游客 圣托里尼爱情海上最迷人的小岛 欧债危机之后小岛变得更迷人了 妇人们很深的口袋变得更深了 来看圣托里尼是怎么把人给俘虏的 妮蔻是这个Private Villa的专属管家 她的客人是上海北京的新妇 和IMF的高层 没被欧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 抢便宜反而是度假的好时机 这是Villa Artemis 这是在Santolini岛的最大层的住宅 大概是90公斤 有一个住宅 住宅是 downstairs 住宅是 upstairs 它有一个大约125公斤的宅宅 与宅宅宅 Villa没有想象中的豪华 Niko说他们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还客气地说 希望金碧辉煌的话 可能选择杜拜比较好 甚至不问他们甚至不问 甚至不问他们的宅宅 而且它們很高的 有時候他們會說 為何這麼便宜 很多時候他們會坐在那裡 他們會坐在那裡 其實多少錢會在月中 我們會在月中 所以在低季季 你會看$400至800 在夜中 在高季季季 到1800至1800 但他們覺得它們是便宜 一些人不想說 有錢 兩層樓獨立游泳池和Jacuzzi的Villa 忘記的時候 1800歐元一個晚上 看著美麗的Cardella View 還是難眼驚訝 畢竟這裡跟40歐元一個晚上 看出去的風景還是一樣 恩 感謝上帝 雅典政府窮得快活不下去的時候 滲透里尼的旅遊收入 卻持續增長 去年的旅客人數140萬 是小島總人口的100倍 然後在晚上他們醒來 然後他們醒來 他們醒來 我們可以吃飯 在2pm 我可以吃飯 我可以吃飯 晚晚晚晚 沒有問題 吃飯 2時 3時 沒有問題 我的工作是 他們 所以他們感覺 像他們有我 24小時 所以他們可以 每天晚上 晚晚 叫500 在廳 他們說 當我到新城市 我可以找你 妮蔻說 客人給她的小費 是1200歐元一天 5萬塊台幣 我們多聽一點 富人們消費模式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概念 來自土耳其的貨船商人 自己和太太住一間Villa時 同時把旁邊的時間都包下來 讓助理和四位入住 一位非洲小國的王妃 在聖托里尼住了兩個星期 花了100萬歐元 小島上的一家精品店裡 中東太太花了五分鐘 買了15支Rollex手錶 是小島太美了嗎 連數字都顯得不真實 嗯 可能不應該說聖托里尼是一個島 3600年前火山爆發 就成了這個心願形狀火山口 山上的小白屋 原來很浪漫沒關係 當時白色的油漆太便宜了 才都漆成這種白白的模樣 看海 看教堂 看看不膩的小白屋 最好的季節是四月到十月 春夏交接之際 懶洋洋的聖托里尼人 才從漫長的假期中醒過來 這是小島上其中一家最貴的餐廳 買的是希臘新式精緻料理 陽光充沛的四月下午 Manolis和主廚在準備新菜單 有點深黃色的意大利麵是Paparadillas 做的時候特別放了黃漿和大餐 希臘媽媽一般喜歡以肉丸子配麵 Manolis倒是選擇了新鮮的蝦子 不少人的確是為了聖托里尼的海洋而來 是一個很簡單的 是一些很簡單的 是不在聖托里尼人 但在全國的芋生 他們有花的花 他們有水 所以是很簡單 做到一些東西 讓他們可以養成家庭的家庭 我們有個基礎 在傳統上 但我們想要做 更加創造的 更加,我們說 要和人類的味道 和世界 在眼中要放在激烦中, 要如何把汁鱼煮糖 像是個棉鴉 在陆地我們汁鱼煮糖和臉上 然後浮沫中,下體肌肉 一下開始是塩柑堡和汁涮糖 足夠香味 也同樣子我們同樣的味道 放在腐肉上去了 這裡的大量和大量的 也很高兴 第四代 不管什么欧债危机 圣托里尼最美丽的 还是免费的